我一直没见过日本兵 我只在电视上和小说和影视作品中见过 那些人都是大包牙螺圈腿 举着个三把子刀 到处找鸡翅 说花姑娘的给弥洗弥洗 我前面是一个自卫队的海军 它的军帽跟我们没什么区别 也是纳尔逊那个 可以看到两个小漂带 上面是毛 全世界的海军都是这个装束 为了纪念纳尔逊 纳尔逊是英国英雄 12岁等海军 最重要的战役是特拉法加之战 他在那场战争中牺牲了 死了以后留下一个寡妇 是个鸡 是他的女朋友 他跟英王说 我死之后 善待他 可是英王把他封为爵士 在特拉法加广场为他立碑 为他立相 可是没管他的女人 他女人以后成为鸡女 在有个电影叫纳克叫什么什么的夫人 里边就描写这个故事 演这只鸡的是好莱坞的费文利 演费文利男友 纳尔逊寻爵的那个人 就是演莎士比亚剧 最出名的 是叫Oliver吧 这个就是自卫队的陆军 我就坐在这个 一个海军 一个陆军的背后 我能来这儿是56岁 从来没见过日本兵 我就跟我的师弟说 带我来的是这边的师弟 左边是十七 是八零级的 右边是寒江 物理系的 物理系的 你那级啊 我是八五年辈 八五年辈 那也八一级 他们两个是八零级 八一级 我七九级 我最没有成就 但是我年级高 北大有个传统 就是根据你上学的年级 所以他们两个人能帮助我 建日本兵的梦想 现在日本兵就在我的面前 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看 日本的部队叫自卫队 因为二次大战后 它是战败国 根据联合国的处理 它没有部队 它最早只有一些像警察一样的武装 但是即使这样的武装 也是有正规的学校 予以培训 因为日本人是特别讲究 安部机友班 讲究规矩的 在亚洲最东边的日本 和亚洲最西边的伊斯列 是亚洲脱亚入欧的榜样 这个两个国家的法律 整体和世界上大多数先进国家 就是毛主席说的第一世界 第二世界很接近 日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 连道路都是固执的 学的英国 所以你看在这条道路上 车是走的左侧 而不像我们走的右侧 中国车走右侧 也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被美国兵抢托 这样才采用的 那是1945年的12月30号开始 颁布这个条令的 是美军给蒋介石 就是中国的顾问 叫韦德曼 刚才时期学弟说 日本天皇是菊花 自卫队的标志是樱花 更多的记者登记名字 上车 他们的装备都很庞大 很专业 我这个小东西 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 但是 我要用我的新装备 排除他们没有的东西 请订阅 谢谢 请订阅 请关注 您 请您 âb 谢谢大家